泰力台风持续北偏,突气象局提供分享,泰力台风外围云系接触台湾陆地,被台湾凌晨与市逐渐增加,不过由于台风北转角度变大,中央气象局远继凌晨20-30分发布的陆上台风警报可能延至清晨5时30分至8时30分发布。 根据中央气象局凌晨20-30分资料显示,今年第18号台风泰力目前为在台北东南东方约600公里海面上,正以每小时18转14公里速度往西北西转西北移动,近中心最大风速38公尺,相当于13级风,7级风暴风半径200公里,强度为中度台风, 预计此台风强度仍有增强且暴风半径有扩大的趋势。 中央气象局预报员王品强表示,泰力台风北转角度变大,速度也放慢,原本预计明天清晨20-30分发布的陆上台风警报,最快将延到明天清晨5时30分至8时30分发布,影响台湾时间将有机会缩短,今晚擦过台湾陆地。 王品强表示,若是路径再往北偏移,也不排除不发布陆上台风警报。